Hello 大家好 喜欢草原歌曲的同学啊 对这首心上的罗家一定都非常的熟悉 并且也非常的喜欢 那么这首歌啊 旋律非常的悠扬婉转 曲折动听 那么也正是因为它这个悠扬婉转 拐来拐去这个小弯 我们一些初学的同学啊 还真就唱不好 唱不出来感觉 唱不出来味道啊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一句一句的学习一下 把这首歌的这个弯给它拐好 把味道给它唱出来啊 我们看看第一句 白云飘在那蓝天里啊 白云飘在那蓝天里 咱们来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啊 是这样的一个旋律 白和云啊 要唱出像从下向上画对号的感觉啊 白云飘飘啊 要向下叹气的感觉 白云飘在那 在那离的特别近啊 我们这个在那下方画了一条横线啊 连的比较近 在那蓝蓝鞍还是向上画对号啊 蓝天里天 连续的向下画弧线 向下的感觉 向下叹的感觉 白云飘在那蓝天里 这是第一句啊 第二句 我在草原上遇见了你啊 我和在啊 也是 我在草原上 草 想下的感觉 圆上 离的比较近啊 我在草原上遇 在草原上遇见了你 见啊 见了你 下一句 赛马会上的人海里啊 赛马还是向上画对号的感觉 赛马会上的 上的连贯起来啊 会向下啊 向下叹气的感觉 赛马会上的人海里 注意这个海里啊 分解咬字 然后最后一句 你的美丽比谁啊 你的美丽四个字连离的比较近啊 大大大的感觉 你的美丽比谁 谁后面啊 谁后面有一个 休止符啊 空出来 你的美丽比谁都美丽啊 都美丽 你的美丽比谁都美丽 就是这样来唱 咱们连贯起来 白云飘在那蓝天里 我在草原上 遇见了你 赛马会上的人海里 你的美丽比你的美丽比谁都美丽 这样来唱 你看这个小弯就拐过来了 是不是 你学会唱这首歌了吗 关注我啊 学唱更多好听的歌曲 好听的歌曲 收拾过来 谢谢观看